大家好 朱思拉今天要和大家討論防浪術 現今萬千少女不斷為月己者容 買好衣服 設好頭髮 化好妝 不斷在花枝招展吸引兒性的目光 更加更甚者有很多妹妹在IG、Facebook 不斷在社交媒體上放好相片吸引赞 但如果吸到彭於眼、安智傑當然無所謂 MIRROR當然更好 大家可以升到 但如果吸到變態人又如何? 黑衣漢在天水圍竟然敢死跟著短裙女上樓 警方很快手 第二天立即拘捕了一個26歲的涉案男士 在閉路電視片中看到她有肥、有足頭、M字額 怎麼看她也不是26歲 但她也蠻足夠的 雖然很明顯她是初歌 她不夠快手和不夠凶狠 但她是淫心絕對有 色心絕對有 我想在片段中不是有一個太太太走過 那女生都應該出事了 在片段中看到一個妙齡女子確實是挺妙齡的 有前有後有長頭髮 穿著斗嶺 絕對是吸引男士最吸精的一類女生 下午警方接獲24歲的女生報案 說她凌晨回家時被一個男人美垂 去她天水圍住宅單位 現在香港那麼多CCTV 那男人是不是傻的? 雖然說是公屋單位 但也應該有安保的 我記得 攝氏就是這個天婦院 當時那個男人是鬼鬼祟祟 跟著女人進去 扮演同屋主 扮演同一個建築 前前後後扮演 她又很聰明 她又保持這個安全距離 又沒有令到女生失控 幸好有另一個主婦進來 及後 夾了一點時間 都不是立刻三個人一起 那男的應該是初犯 她也有點膽怯 沒有跟女生進去同一個電梯 她應該在下面看清楚 女生究竟是去哪裡 再進去電梯 按同一個樓層 就想著企圖不軌 但好話不好聽 住得公屋 都是跟父母住的 有多少年輕人 可以申請公屋 那這個男生 這次不得手 都一定有下次的 很希望警方可以調查清楚 究竟她是做些什麼 新家背景公開的樣子 因為如果你所有事情都說 什麼衛保事主 什麼私隱 不公開的樣子 那下次其他人受害 那又怎樣 我相信她就這樣跟別人 又沒有犯到什麼實質性的傷害 其實都應該入不了她很大罪 即是她沒有得手 她一定會再做這些人 講多一宗 怎樣去保護自己的真實個案 那在俄羅斯 戰鬥民族 就有一個小妹妹 大概都是七八歲 八九歲小學生 就靚靚漏漏的 但是都個子小小的色色的 她是放學揹著書包 就蹦蹦跳地回家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是非常荒涼的 她想進去大廈的大閘 她就發現有一個男人 很近距離跟著她 她真的很聰明 果然是戰鬥民族 她就拉開大閘之後 她就關上 她應該是父母又教她 她千萬不要她進去的時候 把陌生人放進來 應該她的東西 發覺是沒有安全的 是沒有那些看間的 她在視頻所見 她的方圓幾百米都沒有人 她開門 關門這個動作 她是揹不到後面的那個人 她開門的時候 她就放了那個男人進去 她這個彈弓手 彈出又彈入 她的男人就打了 她的男人就打了 她一定會交足 她的女人也會出現 她的男人也會出現 她的男人在CCTV裡面 後來叫監控 看到男人進去 進去之後 她當然不會站在門的內 等著那個女人進來 等著白兔自己跳進去的口 當然不會 她就上了一層兩層 她就在樓梯等著那個女人 大家都猜到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悲劇 這個女人很幸運 那個男人可能等著不久 她就在樓梯走廊排回 這位小女人 你說她聰明 其實也是聰明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很聰明 始終是小朋友 經驗有限 和膽都夠小 她就隔了幾分鐘 她聽到 她不知聽還是怎樣 反正她自己就覺得安全 隔了幾分鐘之後 她就拉開閘 進去 進去的同時 當然她也是一個非常幸運的行運兒 她是全速跑回她的家 她那裡是要上了兩條長的樓梯 然後就立即衝回她的家 那個賊 她就只是在樓梯探頭探腦 但她就沒有真的抓女人進暗角 拉她進入後巷 沒有發生這些悲劇 但是 如CCTV所見 她也是差那0.0幾秒 就已經是落入大灰囊的手裡 所以 無論女生年紀大也好 年紀小也好 一定要慎防身邊的危險人物 女生除了要無事無刻 要懂得怎樣去保護自己外 都要慎防一些戀愛黑星 還是翻版陳同佳 今天的新聞在日本那邊 在19歲 19歲的年輕人 應該還在打飛機的階段 19歲的男生暗戀的女同學表白 誰不知被人在Line那裡已讀不回 放火殺死對方的父母 燒她行家 嘩 現在的年輕人都挺狼死 日本山尼縣 最近發生轟動全國的放火殺人慘劇 年僅19歲的少年 深夜闖入民居 用利刀刺死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 及後還要縱火燒屋 絕對不留活口 屋內兩個女兒遇到受傷 從二樓的露台成功逃脫 疑犯事後 竟然乖乖向警方自首 是否也是那些自首又不用死的 那些仆街法例 調查後發現原來 她是遇害兩夫婦的大女同學 而且一直丹戀對方 最後被人事愛的時候 已讀不回 嘩 我心想什麼為已讀不回 是一個小時內 叫做已讀不回 還是一日已讀不回 誰知道這個人是想錯隔離 怒火終燒決定犯案 唉 大家在這裏試想一下 如果 我們年輕 不是年輕 現在還是年輕 小時候 還拍拖子愛 還在這裏沉沉迷迷的過程中 不多不少都會遇到一些不適合的人 但是 你會怎樣去拒絕對方呢 為什麼 都是一個正正常常的家庭 會教了這些小朋友出來 是否在她的成長過程中 從來沒有 Stay No 她的父母對她 如果她是有求必應 萬樣東西 都一有 一要就有 又是富二代 富三代 那就很明白 但是如果 基本是一個正常家庭 她知道人情世故的話 不會這樣 當然 日本都超級多這些變態殺手 尤其之前 曾經發生過 在一個日本人 她爸爸送她去外國讀書 送她去美國 竟然犯下了這個食人 殺人 食肉的案件 誰不知最後不僅不用坐牢 再回到日本 成為了這個大明星 日本人竟然把食人 崇尚為一個新穎 潮流 是英雄主義 所以日本人 不要說她什麼 南京大屠殺做那麼多 混蛋的事 她是骨子裡 有一種極端變態的事 大家都應該看很多愛情小電影 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是有很多很多很多變態的category 我就不在這裡一一洗手了 總而知 女生男生也好 一定要慎防極端的恐怖情人 例如陳同佳 那位行山的時候 如果見到陳同佳 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 因為不知道她會不會殺上人 既然是一個危險人物 又不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話 我們就要學會保護自己